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加勒比国家海地的局势急剧恶化 遭逼迫下台的总理亨利宣布辞职 但是承诺的过渡政府到现在都还没有实现 那如今海地太子港已经彻底被黑帮统治 而这场暴乱导致当地550万人 急需人道主义援助才能够生存 民众甚至没有办法走出家门 因为所有出城以及通往港口的道路 都已经被黑帮封锁 当地国际机场也已经关闭 食物严重短缺 加油站没有燃料 甚至连医院也缺乏血液供应 那么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下 机场停止运作之后 现在唯一可以逃出太子港的方式 就是搭乘私人直升机 有几名飞行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好几百名拥有资源和网络的富有外国人 以及外交官 纷纷把自己的名字列入了飞行名单当中 准备搭乘直升机逃离太子港 但目前单个座位的费用可能是已经超过一万美元 由于水源短缺 海地民众争先恐后甚至互相推挤 只为了从商家手中买到有限的饮用水 整个混乱的状况 直到运输救援物资的货车抵达后才有所好转 民众开始排队有秩序地领取饮用水和食物 海地目前面临严重危机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处海地主人鲍尔透露 目前海地有超过400万人处于粮食不足的状态 这对拥有一千一百万人口的海地来说 是相当庞大的数字 在海地的基础领域是4.35万人 这是一个大约的数字 WFP是帮助2万人 昨年我们到达到2万人 与重要的食物支援 我们领导最危险的 我最恐惧的是1.4万人 一步离开了 所以我们在这群的资源 在那群中的最危险的人 从凌晨开始 志愿者们便聚集在位于首都太子港的 粮食计划署中央厨房里 着手准备一万四千份热腾腾的饭菜 随后他们将打包好的食物 运往当地的避难所和学校 送到需要帮助的民众手中 海地动乱 人民没饭吃 黑帮暴乱也继续上演 星期四早上 当地监狱再次遭到袭击 滚滚浓烟不断从监狱里冒出来 消防队伍随即到场进行救援 全副武装的警察也在场驻守 截至目前为止 当局还没有公布起火原因 以及伤亡报告